大家好,我是Michael 欢迎来到Optistruck一键完成系列工具介绍 今天影片的主题是拓幅优化 这个就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拓幅优化面板 它分成五个步骤 第一,设计变数 设定响应 设定限制条件 设定优化目标 以及最后的求解设定 那么首先,我们就以这个例子来当做范例 第一个我们来定义设计变数 这边我们需要输入变数的名称 以及选择属性的种类 目前有PShell以及PSolid可以做选择 并且,我们还要去选择需要做拓幅优化的属性 都设定完毕之后按确认 来到第二个设定响应 这边我们设定三个响应 第一个是这个物体它的质量分率 接着是这两个负载点 它们的位移 它们的上下位移 那么我们选择是Y方向 DOF2 然后还有一个下位移 再来我们设定限制条件 这边一样需要输入限制条件的名称 并且选择是哪一个响应需要被拘束 这边我们选择这个上位移 它的响应上限是0.07 并且选择工况 相对应的工况 Linear Static 那么一样的 下位移也是 那么这边不一样的是 我们要把下限改成 负0.07 按下确认 我们可以在这边 左侧的列表 来观察我们刚刚设定的东西 再来我们设定优化目标 我们让体积分率最小化 优化类型 有最大化和最小化 可以做选择 都确认完毕之后 按求解设定 这边需要去设定档案的输出位置 以及分析类型 是优化还是一般分析 按下确认之后 就会把档案输出到选择的资料夹上 那么在资料夹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run.bat的一个执行档 我们点击它两下 它就会开始进行计算 计算完毕之后 我们来验证一下结果 好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做出的 拓扑优化最后的结果 可以明显地看到 最后优化出来的形状 那么今天影片的主题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